我們選擇去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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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na 今次跟大家講一個很特別的香水 它是什麼味呢? 就是太空的味道 大家知不知道太空是什麼味道? 月球又是什麼味道? 今次這條片就會跟大家分享 兩支新買的香水 是和NASA合作的 兩支香水終於來到我的桌子了 跟大家隆重介紹一下 史上第一支太空的味道 All the Space 它不是自己亂想出來的味道 它是真的真的和NASA合作的 然後是有真正的太空人去過太空 打開了頭盔 聞到太空的味道 再和他們的香水師調配過 然後告訴他們大概的味道 再去聞這個香水 然後幾個太空人都說 味道是似的 然後才會推出 那本身這一支香水 就不是打算要給大眾去聞 而是他們真的聞了這個味道OK 然後就放在NASA的實驗室那裡 就是去訓練太空人的時候 放在房間裡面 讓他們可以熟習一下太空的氣味 溫度濕度 所有的東西都是儘量做到太空 但是之後呢 有一個Kickstarter的活動 就令到很好奇的朋友 市民呢 就可以得到這一支香水 而且那時候呢 他都未肯定會出到 因為都要籌款 其實那個成本應該不是很高 可能是一幫很有熱情的年輕人 想讓大眾的市民聞到太空的味道 然後又真的 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聞這個太空的味道 例如我 那我就加入了這個Kickstarter的活動 然後我就在8月的時候 輸入了自己的資料 那就收到信用卡的資料 就是9月的時候 他們真的夠錢開始這一行的工作了 然後10月左右 就收到他們的email 他們是籌了60萬美金的 然後就開始生產這個氣味 去找瓶 設計這些包裝 那究竟什麼時候才送到手上呢 為什麼我現在才拍呢 已經是8月到現在的事情 那我又記錄了 因為都差了多久 然後那時候他應該是11月12月就會到貨了 真的會到香港 他全頭都送的 到12月我發了email 因為我和一個朋友一起訂的 他跟我一樣都很喜歡收集這些香水 儲存這些不同的氣味 然後我們兩個突然覺得 會不會是被人騙了錢 是不是一個網絡案來的 所以我就發了email去問 不知道他們都很快覆 就說他們因為有COVID 所以所有東西都延遲了 最終於是1月中的時候就得到了 送到你家的時候 我都非常期待 他本身只是出太空味 同時可能多了些錢 他們就出了月球味 太空味叫做Alder Space 這個月球味叫做Alder Luna 兩個包裝都是非常簡單的 原來後面有一些故事 我現在就跟大家拆解一下 太空的氣味是怎樣的 價錢方面其實現在都不是很貴的 現在買的就是49元美金 但當時因為我加入了他們的Kickstarter 預先預訂就有29美金一支 所以都不是很貴的 包裝就很簡陋 這個包裝我覺得 有點像落岸平時放在日本香水仔的感覺 不過它就大支電 很多香水瓶下面 或者後面有黑字那些 它們都沒有的 我猜減低成本 不過這個紙盒我就覺得可以改善一下 因為剛剛打開已經很熔熔爛爛 那一開始的觀感就沒有那麼好 不過很可惜上面是沒有NASA的Logo 如果不是更加有太空的感覺 其實剛才我還沒拆這個盒子的時候 已經是聞到很濃的這支香水的氣味 其實很少香水會這樣做 我想因為它可能真的太過搓手了 所以氣味也有一點外露 隔著盒子來聞呢 是一些煙草味 你好像拿著了一盒煙盒的感覺 當你打開了盒子 那個味道就再出一點了 但就這樣拿著這個盒子 是真的有點難接受的 但打開了 味道可以接受的程度可以提高一點 根據一些太空人說 其實它是有一點苦苦的味道 我聞起來真的有一點苦苦的 而那隻苦是檸檬皮的感覺 你好像考慮檸檬皮中間白色的苦結味 聞多一會兒就會有一點好像吃Tirabisu中間 加了醬酒的味道 有很煙草的煙草味 又有酒味 還有再聞多一會兒 是有一點你走過地盤 聞到那些工人在燒烤那些 移出來的火花 那種氣味 主要都是一個比較重一點的氣味 原來太空是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冬天是用得著的 還有你穿大衣的噴一下 我猜應該都可以維持到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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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這樣拿著一隻手 我在家走了半天 手指都還有味 那它的持久度應該都是非常高 我覺得這一支應該是男士會喜歡的 尤其是偏成熟一點 常常會穿西裝 西裝外套那些男士會喜歡 那女仔或者少女 這個只能滿足大家的好奇心跟我一樣 那我就應該未必會噴在身體 要不然會很不配我本身 不過這個味道我也覺得挺新奇 在後面寫的就是 它是說聞起來好像Burnt Cookies 但其實我覺得Burnt Cookies 應該有苦得來帶點甜的 但它就沒有什麼甜味 主要都是焦了那一片黑色的部分的苦味 它還要寫的是Burnt Almond Cookies 就是再苦一點的Cookie 那這個就是太空人去完外太空之後 他們回來綜合回來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能否懂得到氣味呢 我覺得是好像煙霧彌漫的氣味 那事不宜遲我們先試完月球的氣味 那月球的氣味呢就是 包裝是粉藍色 看上去好像清新很多 後面呢都是有很多很多雞腸 那它是說回在1969年呢 阿波羅登陸月球的一些歷史 其實到現在呢都有人質疑 究竟他們是有沒有登陸過月球的 所以呢我就不仔細地說 登陸月球的經歷了 剛才這支太空的香氣呢 它就說聞下去呢 是好像剛剛開完窗的味道 噴的聲音那個味道 但是呢我們一般的市民呢 其實呢都沒有開過窗 所以我覺得它的形容也不太貼切 那這個我更差 這個說是spent gunpowder Gunpowder是什麼呢 不要緊要 我會變成一個生活化的氣味 讓大家可以隔絕的光都聞到 哇我這樣打開盒子呢 這個味道是更加濃烈 是有一點點藥油的氣味 我現在應該會選了這個 space的味道會好一點點 這個藥油味呢 我真的覺得 未必常人可以接受 那包裝和剛才那個呢 都是大同小異 玻璃包裝 前面有印著一個 阿波羅登陸月球的一個影像 都是很簡單的 它是寫著No.2的 因為這個是品牌第二支香水 這個是寫著No.1的 No.1 And No.2 Smell of the Moon 那拿了出來呢 有好過隔著那個紙盒 它是藥油味再溝一點西人洗澡的氣味 即是它有溝一點清新 少少的氣味 那這個藥油味呢 不是白花油的那種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薄荷 混了一些一粒粒的藥丸的味道 你幻想一下 每坐一些藥丸在口裡 再放一些薄荷糖 我覺得太空的味道好像香 月球 它自己也有一個獨特的味道 也挺有趣的 它我覺得不是一個很美味的味道 看來外太空真是心不可塞 這些味道如果打開了頭盔 我們可以生存到呢 聞著這些味道 很希望它下次可以出火星的味道 明明近年都沒有人登陸月球的 我記得 那這個氣味是問誰的呢 這群人都不知道過了新的味道 記不記得是1969年到2021年 還記得月球的味道嗎 所以這個味道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質疑的 反而Space的味道呢 我覺得可能真的有點像 其實這個包裝呢 我覺得它可以再調整一下 因為你看到呢 它那個年份就是有1969年 那個字啦 還有那個O 即是水 都有點垃圾 我覺得這個QC做得一般 那如果他們這方面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話 可能會有更加多的人去購買他們的香水 我猜九成的人都只是出於好奇心去購買 未必會真的使用 或者真的就這樣放在家做收藏 那這兩支香水呢 就已經開箱完畢了 大家會想試哪支多一點呢 1號多一點還是2號多一點 如果你都想試一下聞這支香水呢 可以在我的IG post留言 然後告訴我你平時喜歡的香水味 我會送出每一支香水給大家聞一下 記得去我的IG啦 還有我現在都開了MIV的 大家也可以去買MIV的 跟Follow買 雖然新一點 但是那邊說的內容是會不同的 大家記得過去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